这天,救助站接到一位群众电话 他说,这里有一只被烧伤的狗狗,看起来很严重 救助人员带着医疗包往他那里赶 到了之后,很多人都说狗狗快不行了 就连学生都在催救助人员快一点 打电话求助的那位群众带着救助人员来到现场后 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 救助人员和这位打电话求助的人四处寻找狗狗的身影 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那么狗狗的生命将会很快衰竭 在大家的寻找下,终于在一个集装箱下面找到了他 但是里面的环境非常复杂,有很多垃圾和石头 由于里面太黑暗,救助人员无法辨认狗狗的情况 只能在集装箱的外面放一点食物,以此来吸引他 饥饿的狗狗这时自己出来了 当看到他身体的同时,让人心不由地抖了一下 狗狗的后背部分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心,这样去对待一个无法说话的狗狗 狗狗看到救助人员的靠近,害怕的他叼起食物就躲了起来 对人类非常警惕 当把录像发给医生时,医生说 狗狗这种情况不能再拖到第二天 如果拖到第二天就会更糟糕 说不定就会发炎,而导致手术时的失败 可能是被人类伤害以来 狗狗没吃过一顿饱饭,忍不住饥饿感的他 来到垃圾堆里面寻找食物 看起来很可怜,找不到食物就静静地坐在垃圾堆旁边 此时狗狗的心里应该对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希望了吧 无情地被烧伤也寻找不到食物 身上的伤还在一直折磨 狗狗回到了集装箱下面,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的尽头 救助人员心疼地一边哭泣,一边叫着狗狗出来 但是狗狗已经不再相信人类了 为了给狗狗争取时间 救助小哥自费叫来的起掉机把集装箱吊起来 这样就可以帮助到狗狗了 在大家的团结下,集装箱很快就吊了起来 但是狗狗好像受到了惊吓,四处乱窜 好在救助小哥用网都抓住了他 救援成功后,打电话求助的这位大哥说 狗狗应该是从土狗场里面跑出来的 土狗场一般都是把狗狗活活烧死的 可能这只是挣脱了跑出来的来不及过多的交流 救助人员第一时间把狗狗带去了医院 经过仔细检查 医生说狗狗烧伤的部位 以后不可能长出新的毛发 因为皮肤组织已经烧坏了 没有一点点水分可言 唯一的就是狗狗的命是救下来 但是以后冬天的时候狗狗可能会很冷 因为没有了毛发来挡寒风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虐待狗狗的事情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保护着他们 而狗狗也在付出生命的代价 守护着我们 大家看完后多多点赞 转发出去 一起为狗狗们发声 不爱情不要伤害